迎春挥豪是华人传统年节的礼俗之一 金山湾区四大侨团联合举办北加州第七届全桥迎春联合挥豪活动 邀请湾区书法大师现场挥豪为大家写春联 包括新春开股中华民俗文化摊位以及新春海报展示等等 而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马忠林与密尔比达市市长爱和谐 加州众议员主板生等人都出席同欢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下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这天迎来大批乔包 桌上满满的糖果和象征吉利的橘子堆得满满就像丰收一般 春联猴年小灯笼应有尽有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 圣河西台湾同乡联谊会和市华工商妇女会北加州分会 联合举办2016年北加州第七届全桥迎春联合辉豪活动 书法家陈玉宏也应邀道场辉豪 现场挂满各式春联与猴子吉祥图案 不分男女老幽 上百位侨胞前来共襄盛举 热闹滚滚 密尔比达市市长爱和谐也受邀出席 龙龙鼓声为活动揭开序幕 由侨胞所组成的健身大股队精神抖擞 整齐划一的演出展现华人的团结气势 在司宜的宣布及介绍下 主办单位之一的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邱佩芝 代表上台致辞 在此我代表首先代表我们四个主办单位 先谢谢大家今天的契礼 北加州新春非常 从2009年起 至今已经是第七个年头半组活动 虽然是七个年头 但是却是第一次在这么好的场地 新中心举办第四个活动 所以也是非常出色 非常意义非凡 那这个七年里面来 首先在这里 我真的要代表我们所有的 关系的小民 谢谢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超委员会的赞助及支持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想我们这个活动 这七年来都无法顺利完成 谢谢他们 密尔比达市市长爱和协 和加州众议员主感生 也轮流以主流贵宾的身份致辞 主感生共颁发表扬状给这次参与活动的书法家和主办单位负责人 肯定他们的贡献 旧金山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紧接着上台问候草包 并肯定辉豪活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 主办单位今年非常地用心 就是在我们现场故事的十个文化单位 现场长势 就是还有教导大家如何制作这个书签 灯笼 还有这个捏面人 还有这个蒜头 以及这个简直 四大小盘 在我们这个农历新的这个春节之前 联合主办这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个年属的这个活动 让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个农历新年来到之前能够搬去一堂 共同一个搬新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 现场摊位创意十足 用红包带制作成灯笼的摊位 相当吸引大人小孩热闹滚滚 简纸做灯笼 捏捏人中国节 中华文化的精髓 精锐尽出 现场名家手没停过 一张又一张的春联写满吉祥话 提供现场侨胞索取 另一旁所有出席的贵宾们排成一列 现场挥豪 包括马中林处长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副主任钟佩珍 爱河协市长与主感生议员 每人写一字组成吉祥话 祥侯县瑞赵湾区 大地回春侯彩头 书法家王月静更带来书法绝魂 连笔空心字 看似弯弯曲曲的毛笔描绘 实则展现中文字的逻辑结构 马中林最后也颁奖给 新年海报比赛的得奖学生 大家轮流带着春联 与各项作品合影 欢喜迎接新年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道 我应该是让他们上的老朋友 并且感谢好 并且感谢您的世界 无论会要出现 总结一下